繼續來看的一樣是明星怎麼投資 購物專家思榮曾經說過 買房子就像挑男朋友跟丈夫一樣 那麼他本人呢 兩年內就看了七八十間的房子 精挑細選了一間 一千三百多萬元的 新北市中和區的新城屋 一坪單價只要二十多萬就買到 現在已經漲了十萬左右 哈囉 賀瓶光明 請來參觀我家 曾經說過 看房子就像挑男友 又要精挑細選的購物專家思榮 看了七八十間房子之後 最後選中的就是這間 位在中和靠山區的房子 不僅離他的上班地點 只要兩個捷運站 一坪單價還在二三十萬左右 以大台北地區的門牌來說 真的是相對便宜 擅長精打細酸的思榮 更把買房子省下的錢 花在裝潢上住得更舒適 其實呢 當初想把自己的化妝間 打造得跟那個攝影棚一樣 所以我就請那個造型師 我請設計師弄了兩排這個黃燈 艾美的他精心設計 要比照專業攝影棚化妝間的梳妝台燈光 拉開抽屜自製的多格 收納小東西更方便 很流行像這種的 因為你平常如果沒有用的話 你就擺著 然後洗澡的時候 你就這樣走過來 說自己一個家裡最重視的舊室廁所 特別把原本兩間浴室打通 比照飯店等級不僅有浴池 令浴間分離 還特別要求設計師要多砍一個一金一幕 邊泡澡邊能享受影韻娛樂 在書房裡面後面一定要有靠 後面不能是空的 所以前面你可以縱觀 就是家裡面所有的那個狀況 強調事業運輸房也不馬虎 打造成玻璃屋 事業開闊 絲絨打造自己的小窩 全都一手構思 讓室內10坪大約30幾坪的家 也能有飯店級的專業奢華感 記者零星的陳志宇 台北採訪報導